俄罗斯官员说,波兰总统莱赫卡钦斯基因飞机在俄罗斯西部坠毁而丧生 有关官员说,飞机星期六坠毁,机上所有132人全部遇难 波兰官员证实,总统卡钦斯基和夫人玛利亚都在这架飞机上 飞机上还有波兰陆军参谋长、副外长和中央银行行长 这架俄罗斯制造的图伯列夫飞机在接近斯摩林斯克机场时坠毁 来自坠机现场的录像画面显示,飞机残骸跌落在林木茂密的地带 部分机身着火 新闻报道说,飞机在坠毁前撞上了树梢 坠机的确切原因目前还在调查中 预计波兰政府星期六将举行紧急会议 按照波兰宪法,总统职权由议长科莫洛夫斯基行驶 卡钦斯基当时正前往俄罗斯纪念卡钦屠杀事件70周年 二战期间,苏联安全部队在斯摩林斯克附近的卡廷镇 杀害了两万两千名波兰军官